家里有慢性病患者的观众朋友可要注意了 最近天气忽冷忽热不稳定 加上流感发威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患者或是老年人 很可能会因为多重用药 导致身体的不良反应 医师建议可以请老年医学科的医师 协助整合药物 以免因为吃药的问题危及健康 哇 从药袋拿出来的药有好几种 根据统计每五位老年人口中 就有三位患有高血压 一位有高血脂 一位有糖尿病 是老人家疾病多 用药也多 如果缺乏整合 而且用药又没有正确的话 就能够测出问题 与一般人比较 老人家吃错药的几率多七倍 服药发生交互作用的几率多2.5倍 对身体健康影响相当大 比如说过敏啊 肠味道不适啊 这些问题后来比较小事情 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 甚至一些低血糖 然后甚至一些未出血 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 甚至还有可能会危及性命 医师表示 一些重复或是不必要的药 医院必须帮忙重整 更重要的是患者本身的配合 那些药到底在吃什么的 要不要吃 什么时间吃 什么吃 都要问清楚 然后能够跟医师配合 而不是说自己去调药 停药 或者增药 甚至去外面拿一些来路不明的药来吃 这样子都很容易吃出问题 医师建议 病患要尽量在固定的院所 找固定的医师诊疗 以达到方便追踪 以及长期治疗的效果 新唐人亚太监事实 已经往台湾台南报道 里面 偈 词